参数估计主要分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这两个部分 而大部分功课同学只考到点估计 而点估计主要的知识点有两个 一个是聚估计 一个是最大自然估计 或者也叫极大自然估计 通常这部分都是必考题 在大题中一般都是同时考你聚估计和最大自然估计的 而这个大题一般达到了10到15分 所以这每一部分的分值都在6到8分 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点估计 在我们实际的统计问题中 总体总是有一些我们未知的参数的 而我们之前说了 数理统计这门课它本身的作用 就是要用我们能够取得的有限的样本 去估计出总体的参数是多大 从而分析预测估计总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情况 所以点估计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用样本参数来估计总体的参数 而它的做法就是用我们样本去构造一个统计量 统计量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统计量是关于样本随机变量的一个函数 并且这个函数它不含任何的未知参数 我们用样本构造一个统计量 然后用这个统计量来去估计总体的未知参数 而这个我们用样本构造出来的统计量就称为估计量 注意我们刚才说了统计量是一个函数 所以估计量同样也是一个函数 有了估计量我们可以通过样本数据 也就是我们能观测到的数据带入这个函数 从而得到一个确切的值来估计总体的未知参数 而估计出来的值我们就叫做估计值 注意估计量和估计值是不一样的 估计量是一个函数 而估计值是我们把样本数据带进去得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值 好点估计是用样本参数来估计总体的参数 它的具体做法有两种 一个是聚估计法 一个是最大自然估计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聚估计法 聚估计法是说用样本具来估计总体具 这个具是什么呀 这里我不过多的去解释 大家只要记住 期望就是随机变量的一结句 所以用样本具去估计总体具 通常考我们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用样本的均值去估计总体的均值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μ上面加一个小尖尖或者加一个小帽子 这个叫做估计量 它表示的就是我们估计出来的量 这个读法呢 有的叫做μ hat 有的叫做μ一帽 有的叫做μ一尖 大家只要记住你们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就可以了 好这个均值具估计法的思想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用样本的均值来估计总体的均值 那这种题目呢 其实很简单 通常用下面的这个三步套路法就可以算出来了 总体呢 有一个未知参数θ 我们要计算它的估计量以及估计值 首先我们看看总体的具 也就是总体的期望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通过题目的已知条件 计算出一个关于θ的函数 第二步 既然是让我们用样本均值来估计总体的均值 那我们就令这个总体的均值 它等于θ的一个函数 它就等于样本均值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方程 可以反解出一个θ 关于x bar的方程 这里注意 这里我们反解出来的 是它的估计量 所以我们上面要加上一个小尖尖小冒冒 这样我们关于θ的估计量就求出来了 如果题目中还给了我们一些样本的具体数据 让我们求一下估计值 我们只要带进去就好了 我们只要先计算出样本均值x bar 然后带进这个表达式 就可以计算出估计值了 思想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例题 是怎么操作的 例一设x的分布率是如下表 很明显这是一个离散型的随机变量了 其中有一个位置参数θ θ是大于零小于二分之一的 它是位置的 而且题目中给了我们一个容量为9的样本 其中有一个零 四个一 一个二 三个三 让我们求一下θ的具估计值 注意啊 具估计值哦 让我们求估计值的时候 是先求出估计量 再把样本的数据带进去 好 这里我已经把解题的步骤 一个一个给大家写出来了 根据我们刚才的三步套路 第一步 据估计 我们要用样本均值去估计总体均值 我们先看看总体的均值 它等于什么 离散型随机变量啊 它等于每一个可能的取值 乘以它对应的概率 之后加合 0乘以θ方 加上1乘以2θ 1-θ 再加上2乘以θ方 再加上3乘以1-2θ 最后我们算出来 这个μ 它应该等于3-4θ 这是关于θ的一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开始估计了 我们就令这个μ 它等于3-4θ 它就等于样本均值xc bar 然后通过这个方程 我们反解的θ 它是应该等于4分之3-xc bar的 注意 我们这里是估计量 所以θ上面要加上这一个小尖尖 好 这样关于未知参数θ的估计量 我们就求出来了 题目中呢 让我们求的是估计值 所以呢 我还要根据题目的已知条件 把样本均值xc bar算出来 再带进这个表达式 求出一个具体的θ的估计值 这里呢 题目告诉我们 一个0 4个1 一个2 3个3 它们加在一起 除以样本量9 得出样本均值等于3分之5 所以我们把3分之5 带进上面估计量的表达式 就得出θ的具估计值 应该是等于3分之1的 非常简单有没有 我们来回忆一下第一步 计算出一个总体均值的表达式 关于未知参数θ 第二步就令这个总体均值 等于样本均值 然后反解出未知参数θ 关于样本均值的一个表达式 这就是未知参数θ的估计量 记得这是估计量 上面加一个小冒冒 然后如果题目中 让我们求估计值 就先根据已知条件 求出样本均值的具体数值 然后带进表达式 计算出θ的估计值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连续性随计变量的题目 第二 设总体x的概率密度 为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然后呢 x1 x2一直到xn 是取自总体x的简单随计样本 让我们求 关于这个未知参数θ的估计量 好 连续性随计变量 但是它的套路是一样的 第一步 我们先要计算出总体均值 或者说总体的方差 它等于什么 还记得吗 连续性随计变量 它的方差计算公式 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x乘以fx dx的积分 好 我们看表达式 0的部分我们不去管它 因为积分出来也是0 所以我们只要考虑 这个区间上的积分就可以了 0到θ x乘以fx fx表达式 θ的三次方分之6x 乘以θ-x 然后dx 我们通过一点点的积分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步骤 我们求出来 它的表达式最后就应该等于2分之θ 这样总体的均值 关于这个未知参数 θ的表达式 我们就求出来了 第二步 我们就令这个总体均值μ等于2分之θ 它就等于样本均值x bar 然后通过这个方程 我们反解的θ 关于样本均值x bar的函数 θ它等于2倍的x bar 注意估计量 不要忘了上面的小帽帽 好 这个题只让我们求到估计量就可以了 没有让我们求估计值也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数据 所以这样我们就求完了这道题目 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它在大题中的分值非常高 遇到这种点估计的题目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抓住 好 这次内容就是这么多 拜拜